凯特官方肖像惊艳 佩戴女王花环钻石项链 在卡米拉面前扳回一举 卡米拉王后独断专行 禁止所有女眷佩戴王冠 就是担心有人抢她的风筒 凯特王妃作为晚辈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华卉头冠虽然也很漂亮 但是却始终差点一死 加冕典礼刚刚落下帷幕 凯特王妃是着装就迅速冲上热搜 作为英国的王楚妃 理应佩戴奢华的王冠 但是由于遭到卡米拉的打压 她只能头顶空空 显得无比尴尬和落寞 英国王室的最新全家福曝光后 不少读者直呼信息量大 凯特王妃总算是扳回一举 细心的网友发现 凯特肖像画中的白色礼服 跟加冕当天的款式完全不同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原来凯特一连更换两套加冕礼服 甚至配饰方面也奢华了不少 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维护威尔士王妃的尊严 也想给卡米拉一点颜色看看 官方肖像由摄影师于果伯恩完成 拍摄地点在白金汉宫王座大厅 不少读者立刻发现 凯特加冕典礼时穿的白裙比较朴素 肖像上出镜的礼服却坠满了钻石 眼花缭乱实在令人一不开眼 王室专家阿曼达玛塔认为 凯特王妃玩了一招偷天换日 即使是发现没有王冠的固蛮 肖像画造型的点睛之笔在于配饰 凯特得到女王的花环钻石项链 足足在脖子上缠绕了三层 V型剪裁领头 能够很好突出钻石项链 这也是凯特要换礼服的原因 众所周知这条钻石项链 是女王生前最喜欢的珠宝 多次在肖像画中佩戴 也是王室最有分量的珠宝 花环钻石项链 是乔治六世送给女儿的礼物 伊丽莎白女王经常佩戴 已经成为标志性的首饰 既然卡米拉下令禁止佩戴王冠 凯特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拿出花环钻石项链顺利扳回一局 不得不感慨凯特冰雪聪明 表面上是像伊丽莎白女王致敬 实则是给卡米拉一个下马威 即使对方已经加冕为王后 也不该如此嚣张 凯特给予了最强有力的回击 卡米拉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 表示要支持查尔斯的环保事业 因此才让女眷们放弃奢华王冠 改为佩戴更加简洁的花卉头饰 但是最终却弄得怨声在等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戳穿了卡米拉 认为她就是想独美 并且趁机打压王室女眷 凯特王妃显然不惯着她 直接佩戴女王的钻石项链出镜 在官方大合影中惊艳了一把 凯特已经是威尔士王妃 佩戴花卉头冠实在是寒酸 这次总算是闪耀了一把 事实证明卡米拉得寸进尺 如果凯特不奋起反抗 想必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王室粉丝们都沸腾了 纷纷给凯特王妃点赞 都认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既然卡米拉恬不支持 凯特也没有必要让着她 皇家珠宝在这一刻成了武器 凯特王妃支持率节节攀升 远比卡米拉王后要高 这也是她硬气的原因 以后英国王室不会太平 肯定会掀起珠宝大战 希望凯特王妃在借载力 为我们送上更多经典的造型 毕竟卡米拉现在已经人老珠黄 在奢华的金银首饰 在她的身上也是爆点天物 还不如提前交给凯特王妃